這學期大概就是已經講到第16次了 所以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那我們從最早JQuery Mobile的相關的東西 然後再等等的這邊有 舉了幾個完全前面的部分一直到第7次 都還沒有用到撰寫程式部分 那這個部分比較偏重就是說 利用那個JQuery Mobile加上HTML5 再加上CSS 那JavaScript其實是從第8次開始 那分別的話利用這個JavaScript 去實作一些程式 那這些東西的話跟那個Java其實還蠻像的 然後再到後面第10次就是會加入到那個JQuery Mobile 有關那個表單元件的使用等等的 那一直到上個禮拜我們有講到有關 就是那個資料的儲存部分 有關Local Storage的使用 另外還有有關那個如何從那個網 這個開放資料裡面去下載JASN 當然你這資料不一定是開放資料 那也可以是你自己的SERVER上面的一個JASN檔 不過你前提可能你需要一個SERVER 不過大部分如果你沒有SERVER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雲端上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你可以把資料切一切 放在手機上也可以看到 當然這地方的話 如何去應用 我想都是很多地方都是相似的 那最後當然我們有用寫了一個 利用那個就是Local Storage 去寫了一個所謂的那個既式的練習 那今天的話呢接下來 上禮拜最後講到有關那個Web SQL Database 這個資料庫的使用方法 那這個資料庫 基本上特別注意它是一個使用者端的 Client端的一個Database 那它的副檔名一定是.db 這個我感覺上 因為我後來用那個 那個什麼SQL的那個 Database的一個browser 去把這個資料庫打開 我發現它的結構 似乎跟那個 用Android裡面的那個.db 它的那個SQL Light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等於是兩個技術 看起來是不一樣的 但明天不一樣 但實際上裡面的技術我想都大同小異 那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我想各位 還是先稍微了解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有提到的 在雲端白板裡面 我有放了第9次 09的這裡面 那包含當然 有一些可能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哪一些呢 就是說 什麼叫做Web SQL Database 那基本上當然 它是屬於 這個HTML5 OK 所以也就是說它其實 是一個網頁的技術 它不是屬於 JavaScript 或者是什麼JQuery 它這個是屬於HTML5 所制定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 一定要是HTML第五代的語言 才可以 那你前面的東西是沒有的 後來才有 也就是說從HTML5 第五代開始 第五的語言 才有辦法去使用者端 建立所謂的那個 這個SQL的Database 那其實它的名稱取得 其實就是一目了然 所謂的Web網站 也就是你這個網站上面使用的 所謂的那個SQL SQL的話基本上就是一個語言 什麼樣的語言 就是跟資料庫溝通的語言 也就是說目前主流的Database 一律有支援SQL 而且其實大部分都相通 所以你只要了解SQL的話 你就了解那個Database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 但是可能有同學 會對於那個Database 這個名稱 這個Web SQL Database 到底放哪裡 可能會比較容易confuse 或者是跟那個什麼 PHPR加買SQL 這個也容易搞混 特別注意 這個東西最後存檔 會是存在你手機端的一個檔案 副檔名一定是.db 那它跟那個PHP加買SQL 或者是什麼JSP加其他的Oracle等等的 這個相關的技術 最大的差別是這個資料 就在你手機裡面 也就是你產生的 OK 或者是你從網路上撈下來 塞到你自己手機裡面的 它的好處是存取效率一定是會優於 像剛剛講的那些網路的資料庫 為什麼? 因為就在你手機裡面 那當然未來 你要能夠跟那個遠端的資料庫 做連線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更新一些資料 比如說你手機端的資料有舊了 那網路上的資料是新的 那有的時候像什麼 常見的也許就像什麼 火車時刻表好了 我想大家都有裝嘛 然後如果說它有更新過 那跟Server端的不同 那它會有版本上的差異 那這時候它會跳出來 你要不要更新 那個最新的火車時刻表 那它會怎樣 先幫你把那個 你手機端的這個 database 把它Drop掉 把它刪掉 裡面知道刪掉之後的話 再從網路上呢 去連線 一定會有連線動作 連完線之後呢 那當然它這種形式很多啦 比如說常見的就是 去下載一個Jetson檔 也許它是一個Jetson檔 那我就用那個 上個禮拜有提過 Agents的技術 直接就把它那個檔 拉下來之後怎麼樣 再一筆一筆的怎麼樣 Insert into 因為它支援SQL 所以我就告訴它說 請你幫我用Insert into Insert into之後呢 後面告訴它說 哪些欄位 可能有幾個欄位 反正固定的 然後哪一個table 放什麼資料 它讀的方式是一筆 讀進去Insert 一筆讀進去 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幫你把所有資料 通通都把它更新過了 所以遠端的資料 跟手機端的資料 那大部分 這個東西是放你個人的 那遠端的資料 是放大家一致的 所以有的時候 怎麼樣去做 就是同步啦 我想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那今天 大概後面如果把這講完之後呢 我們會再來看有關 如何抓取 那個網路上面的資料 那最最常見的也許 就開放資料裡面的 那當然這地方的話 包含就是說 它的運作的步驟一定是 開啟這個資料庫 然後開始做交易 在交易當中呢 去執行SQL 預法 那其實不是只有 這個Web SQL Database 其實其他的資料庫 大致上也都雷同 那上面上面有提到就是 我們會用到一個 如果要開啟的話 一定會用Open Database 去包含就是先建立一個 Database 那建立的方法 這邊有相關的參數啦 這個前面這四個參數一定要有 最後這個Callback 這個Callback 就是你要最後 建立完之後 要執行哪一個方選 哪些函數 其實這個 中瓜5這個是可有可無的 你可以省略掉 那裡面包含就是說 資料庫的名稱 資料庫的版本 資料庫要顯示的名稱 還有它的Size Size部分的話 如果說你是要2Mega的話 你可能要一般寫法就是 你要寫什麼 2000 000這樣 那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寫成什麼 2乘上1024 乘上1024 其實有很多寫法 反正你就告訴他說 你這個資料庫 預估的大小 OK 大概2Mega的話 就是大概寫成底下這樣子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你開始交易 存Sation 那裡面的話 Transation主要 就是傳遞一些 SQL 預法 給那個資料庫 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你裡面可以 怎麼樣 如果你Transation SQL 預法執行的話 Size成功的話 做什麼樣的處理 Arrow的話 比如說他可能 無法寫入的話 做什麼事情 那你可以在這裡 下做一些 相關的處理動作 DB的話就是這個DB 資料庫的 這個所謂的 Web SQL Database 的那個 資料庫 物件 那他有一個 方法 Transation 做什麼事情 底下就執行 執行 Seql 就在這裡執行 如果錯誤的話 做什麼 他會傳一個 Arrow Message過來 那你可以 比如說你針對這個 Arrow Message做一些處理 如果成功的話 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邊的話 會有幾個 可能會需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執行 Seql 與法 我想跟其他資料庫 都大同小異 當然最重要就是 不外乎就是 你如果要 產生資料表 當然就是Create Table Table名稱給他 另外就是哪些欄位 欄位的形態 或者是Primary Key 哪一個是Key 然後呢 欄位的那個資料型態 給他他幫你Create 另外就是執行 查詢 新增 修改 刪除 等等的 那就是用Exql Seql 這個名稱的話 我想在很多地方 其實都相近 尤其像那個 像在Java裡面一樣 會有一個 SeqlLite Database 裡面也大概 會有這些東西 其他的話 我們接下來 直接來看一下 實際的範例好了 裡面的話 那這邊 我們有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的話 基本上 大概就是長這樣 也許我如果希望 第一個 我這個介面 裡面我希望做什麼呢 包含就是說 在我的資料庫裡面 我建一個資料表 裡面我希望放什麼 編號 姓名 年齡 當我按一下新增的時候 他可以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資料 給新增到我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你需要有這個東西 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能要先 建一個db 建一個資料庫 再建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呢 會有三個欄位 三個欄位 就分別把它放進去 那insert的話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 在那個translation裡面 執行什麼 excuse 語法的話 就insert into 三筆資料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先demo一下 這個程式給各位看 不過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執行程式的話 你在即時裡面 這個地方是沒辦法新增的 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 內部的即時瀏覽器裡面 它沒有辦法去幫你建立那個db 你必須要用其他的 比如說Chrome 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執行的話 在Chrome裡面 它可以幫你執行 新增的動作 OK 那我把這個Chrome 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時候執行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 類似長這樣子 比如說我建一個編號001 然後哪一個名字 AAA 它的年齡的話18歲 按下一個新增 那我如果希望新增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新增一筆 並且Alan出來 讓我知道 已經新增成功了 那如果說 我可以在這邊打001 假設002是BBB 他年齡是19歲 類似像這樣 新增 這個時候的話 我新增兩筆 如果希望顯示在下方的話 或者將來 將來你也可以 跳到另外一頁面上也可以 不過因為我們剛開始 先設計的比較簡單一點 陽春版按查詢 把它怎麼樣 列在底下 而且列在底下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它也許是一個list view 也許是一個 其他什麼樣的形式 所以你會發現 我要怎麼樣再把它查出來 因為剛剛我填的 就是會有 兩個資料 中間幫我加上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減的-符號 幫我做分割 把它查 查出來 幫我列在底下 所以這裡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先練習 就是 先可以 所以前面一定會有 建資料庫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先 把那個 這個地方先開啟 好了 就是第一個 請各位先在 上個禮拜 你就一樣開一個新的 專案 那這個專案名稱的話 我取名叫 14-2吧 OK 然後 或者你取一個 Web SQL database 列行 那在這上面 先做一個事情 就是說 編號 年齡 姓名年齡 底下兩個按鈕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後續 要 該怎麼樣 去把那個 填完的資料 正確的可以寫到 資料庫裡面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待會一樣 請各位就是 稍微觀摩一下 看一下這個完成的畫面 總共會有編號 姓名年齡 那其實你可以怎麼產生 前面都講過了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方法 第一個先插入一個JQuery的頁面 這個頁面的 這個名稱也許叫HOME好了 我這邊是給一個HOME 反正就是這個頁面 單一個頁面 這應該沒有問題 反正前面已經做了N個頁面 再來上面的話 HEAD 是比如說輸入一個叫什麼 Web SQL的新增查詢 裡面我可能需要有三個欄位 那這三個欄位 其實最快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什麼 不外乎你就是直接 從這上面有那個插入那個 這個叫什麼文字輸入 那其實你插入一個文字輸入 它會怎麼樣 幫你產生幾個東西 你稍微修改一下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這邊 打一個編號 那編號之後 按一個Enter 這邊的話再點它一下 這個點這個文字方塊裡面 下方會有這個文字欄位的它的Name跟ID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我這邊給它取一個名稱 叫做ID 所以你這邊的話 直接打一個ID Enter 看名稱重複的話 會不會影響 它也可以重複 不過這個可能 我是Demo給各位看 跟上面一樣 然後呢 這個地方Enter過 其實它會幫你產生一個叫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Field Contents 不過這個Field Contents 你可加可不加 如果你覺得這個 這個東西 不好用 你可以把它移掉 那在裡面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再插入第二個 再來就是姓名 所以你這邊可以這樣插入一個 不過它好像又幫你產生一個Field Contents 我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你覺得不OK的 記得你可以把這個頭在這裡 Field Contents Delete掉 然後尾巴DIV記得把它砍掉 然後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幫你併在這邊了 我習慣是把它Delete掉 然後讓它再把這邊 輸入這個姓名 然後這個上面的名稱的話 第二個的話 我是輸入Name 第三個的話 我是輸入那個Edge 這樣的話分別把它完成 就把它放在這一塊裡面 OK 那我把這一塊把它D掉好了 這個文字輸入 它這一塊會自動 特別重要 你刪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就這一塊 你別 因為最怕什麼 你DIV有頭沒有尾 它會變成你最後執行會失敗 所以記得 最好是什麼 選取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把這邊 其他的東西 不要的東西再把它刪掉 有沒有 P 這個都不需要 然後 底下的話再新增 再查詢 新增的部分的話 就是我一個insert idinsert insert 這個的話是一個查詢 是query 做法應該還記得吧 先新增 選取它 這邊連結有個頸 名稱打上去 再到哪裡呢 再到那個資料有沒有 檢視窗裡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button 就完成了 最後做完 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就類似像這樣子 webseq 查詢 上面可以讓我有三個地方可以填資料 按下新增 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資料新增到我的database裡面 不過現在我們的程式還沒撰寫 所以點進去沒有 查詢 就是把你新增幾次的內容 再從資料庫撈回來 所以insert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寫入 寫到哪裡呢 寫到那個 我們的database 其實是一個檔案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表格 一個table 新增一筆就寫一筆 新增一筆就寫一筆 那查詢的話實際上就是 反正裡面有幾筆 你通通都幫我列出來 列到哪裡呢 特別注意 查詢的結果 要需要有個地方給它放 所以在底下 我有放一個什麼呢 UL 這個UL實際上 現在當然畫面上看不到 不過未來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程式 去修改這個UL 這個UL是做什麼 這個UL實際上 它的角色就是一個list view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裡面 也許不然就自己打 要不然就是你可以 先在這上面 先打一個假的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在這裡下 有沒有這個地方 要不就是你就是 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先用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 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 它會自動幫你加一個什麼 UL 那因為會有一個項目符號 所以會有個什麼呢 LI 但是這個LI 未來我們要用自己 什麼程式 看你有幾筆 就塞幾筆進來 所以你可以怎樣 先在這邊 先按一下那個項目符號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說 把這個項目符號這個範圍裡面 一樣做什麼呢 前面講過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項目符號裡面 把它的那個 就是UL到UL這個範圍 裡面的東西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它的DataRaw 把它改成list view 所以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list view list view 可以這裡 OK 好 這個時候呢 它會自動幫你寫一個list view 另外的話呢 DataInset要不要加 我這邊是有加 讓它看起來像圓 這個圓角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true 其他顏色要不要改 如果你不改的話呢 那你就這樣就OK了 最後記得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LI把它刪掉 就完成了 所以就跟上面看到是一樣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程式用什麼方式新增 它可以新增到資料庫 查詢可以再從資料庫把它撈回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